在这十粒遍野 泥流滚滚的山区 深埋着一段 极度感伤的故事 在莫拉克风灾之前 这里远是群山缭绕 风景修丽的小林村 莫拉克风灾 是台湾五十年来 最严重的水灾 死亡人数高达六百多人 小林村在此次灾害中 惨遭灭村 而南沙鲁村 也遭土石流严重袭击 美丽的家园 一夕之间 只剩一片黄沙泥土 2009年8月7日午夜 莫拉克台风在花莲市附近登陆 晚间 政府对于坐落在高雄市甲仙区的小林村 发布了土石流的红色警报 到了8月8日 南部承受了一整天 雨创新高的雨量 小林村临近区域 逐渐被雨水包围 直到下午4点 8号桥因为淹水不通 小林村对外的连接通道因此而中断 大雨并没有同情被雨水吞噬的小林村民 一坡又一坡无情又猛烈的雨势并没有停下 直到8月9日清晨5点多 淹水高度已达两公尺 小林村几乎被雨水淹没 居民尽量往高处逃跑 清晨6点多 小林村东北侧1000多公尺高的县渡山崩塌了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夹带70多公顷的土石涌入南紫仙溪 逃往高处的43位居民 亲眼目睹了美丽的家园 在瞬间被土石掩埋 雨不停地下着 就在南紫仙溪被土石挡住之后 烟色湖随即行程 南风桥也在同一时间毁损 随着猛烈的雨势 在南紫仙溪形成的烟色湖水位不断上升 加上河水不断地冲击 陷渡山走山 造成的土石坝终究不敌而溃绝 逃到奔流的洪水 夹在土石席卷山崩后残留的防射 瞬间带走了所有的生机 台风警报终于解除 但只留下遍布的土石 伤痕累累的大地 小林村在此次灾害后 被土石掩埋 几乎灭村 目前仅存一座太子宫 当时逃至高处的43人 在11日由直升机成功救出 幸运地逃离浩劫而重生 莫拉克风灾 彻底摧毁了小林村 当时深受其害的还有南沙鲁村 灾害当时 巨大的土石泥流 急速地从民族国小后方倾斜而下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摧毁了村庄大多数的建筑物 当时共计39人罹难 多数村民无家可归 曾经熟悉的校舍 亲爱的家人 走过的道路 瞬间都尘封于黄土之中 再多的伤痛 也难以换回这历历在目的过往 然而在台湾 与山比邻而居的村落 数以千计 豪雨来临时 土石流常是很大的潜藏危机 小林村域南沙鲁村的故事 将是山区居民的一大情势 不要轻忽自然的力量 豪雨来临时 要高度警戒 可能发生的灾害 平常更要爱惜地球上的一草一屋 才能与大自然和平共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